五宫四象开疆 黄太极在五宫的棋盘上四面出击开拓疆域也有四部高旗 第一向东用兵两征朝鲜 天聪元年正月黄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 阿敏统帅大军过鸭鲁江占领平壤 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室定下兄弟之盟 崇德元年黄太极称立大典时 朝鲜使臣拒不贵败双方撕扯朝鲜使臣仍不屈服 黄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亲不从的表现 12月黄太极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 黄太极亲自统帅清军渡鸭鲁江前锋直指朝鲜王经汉城 朝鲜国王李宗逃到南汉山城 黄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外驻营 第二年正月李宗请祥 奉清国正宿向清朝贡 于是黄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社坛 举行授降仪式 确立了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 黄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一时三秒的目 一是改变了朝鲜依偎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 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 三是解除了南宫明朝的东部之忧 第二点向北用兵征服索伦 黄太极向北用兵 冰攻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广大地域 黄太极的策略是 射之以兵怀之以德 达沃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荆棋里江 金的贾亚河 多科普腾 黄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奇 他成了黄太极的儿妇 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 表示归顺 崇德年间黄太极两次发兵索伦 征讨达沃尔另一头人伯木伯伯尔 双方在黑龙江上游亚克萨 进俄罗斯阿巴尔巴金 呼马尔等地遭遇 经过激战轻军获胜但损失很大 伯木伯伯尔率领骨向北逃窜 黄太极采用深东深南基北的计谋 预先埋伏蒙古骑兵截其逃路 将率众逃往齐落台的伯木伯伯尔擒获 黄太极征服并用 以福为主 终于使贝加尔胡以东 外西安陵以南 乌苏丽江以东 至厄霍茨克海的广阔地域 归属于清朝 第三点 向西涌临三征蒙古 明清之际 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 墨南蒙古及内蒙古 墨北蒙古及外蒙古 墨西蒙古及厄鲁特蒙古 墨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 并同明朝拥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 墨南蒙古查哈尔布林丹汗 是元太祖城及四汗的后领 他势力强大 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 明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碎赏 使金鸿后金对抗 诺尔哈赤时 墨南蒙古东边 朱布都归服于后金 但查哈尔布成为墨南蒙古朱布 对抗诺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 黄太极即位后 西夏三徒有名 其主要目标是查哈尔布的林丹汗 天宗二年 黄太极利用墨南蒙古朱布的矛盾 同反对林丹汗的 喀拉庆本部结盟 首次青铜大军进攻林丹汗 到奥姆伦获得胜利 俘获一万一千余人 后乘胜追到新安岭 四年后 黄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 长途奔袭只规划成功 进呼和浩特时 林丹汗文训惊慌失措 星夜逃顿 黄太极回军 途中获得明塞外人众数万 生畜十一万 此后 查哈尔布重判清雾 分工瓦解 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 出斗并死 天宗九年 黄太极命多尔滚等统军三征查哈尔布 林丹汗的继承人 其子 俄哲率不明千户归降 并献上传国玉玺 据说这颗传国玉玺 从汉朝传到元朝 元顺帝北逃时还待在身边 他死之后 玉玺失落 两百年后 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 而用蹄子不停地跑地 牧羊人好奇 挖地竟得到宝喜 后来宝喜到了林丹汗手中 黄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锐 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 自然大喜过望 他亲自拜天 并告绩太祖福文 昔日 为敌二十余年的查哈尔举布投降 广阔的漠南蒙古 归于清朝 第四点 向南用兵 五入中原 黄太极向明朝用兵 先后取得大灵河之战和松锦之战的胜利 并五次向关内用兵 第一次是天通三年 黄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到蒙古地区 攻破大安口 围攻北京城 第二次是天通八年 黄太极亲帅大军 柔令宣服 大同一代 第三次是崇德元年 黄太极命多罗郡王阿几格 等率军入关到延庆 驻居云 取昌平逼京师 接着阿几格统军下黄山 破顺域 献平谷占秘云 围绕明都 蹂躏京畿 此役 清军阿几格奏报 凡五十六战 接 共克十六成 俘获人畜十七万 他们凯旋时 艳福成绩 奏乐凯归 还侃幕书写 各官免送四大字 以细描大名皇朝 第四次是崇德三年 黄太极派多尔滚率军入关 冰封直到济南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多尔滚转战两千余里 攻克济南府 成绩三州 五十五线 获人畜四十六万 第五次是崇德七年 黄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 横扫山东一带 俘获人口三十六万 牲畜三十二万一头 黄太极五次大规模入赛 攻打北京 鲁掠中州陷落济南 黄太极之胆识 之气魄 之谋略 却是雄起的 但他多次派兵入城 屠城杀戮 焚毁 抢掠 却是兵掠中 之最下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